来自中国四川旅美女画家宋秀珍 10日至11日在洛桥中心举办83岁女画家艺术作品回顾展 共展出作品八十余幅还有部分书法作品 宋秀珍精于创作梅兰竹菊及山水画 更擅长画牡丹被南家华人画界誉为牡丹王 画了这么多画这次展出 我主要是画山水花鸟 山水在美国主要是阿拉恩就是尼迦拉瀑布 还有罗萨基天文台 还有就是巴塞丁罗市市政府的外边 都是以现实的美国的景致